大家好,今天分享一个出自《汉书东方朔传》里的故事 人的私心有时候非常可怕 但是有一句话叫做 人算不如天算 本故事中的道士为了自己的一个贪念 布局整整十年 很是下了一番功夫 最后却为别人做了嫁衣 自己也不得善终 唐朝末年 青州有一个姓杨的道士 他道号玄机 玄机精通道术和五行八卦 并且 他还擅长预测一些天机 某年 他经过多次推算并确认后 决定立马动身 前去一个叫赵家庄的村子 玄机道士刚走到赵家庄的村口 就与一个匆匆赶路的人 撞了个满怀 那人见了玄机道士 连忙对玄机说 自己是赵家庄主的仆人 现在正奉庄主的命令 前去请一位道士 原来 赵家庄主的田房粮食 怀有身孕 但是 现在也仅仅三个月有余 可是他的腹部 却大的如同骨一般 看起来像是要分娩了 赵庄主一家很是担心 请了几位郎中来查看 但他们都束手无策 便派仆人前去请一位道士 到他家来看看 是不是有妖怪在作祟 玄机道士听完仆人的讲述后 并没有表现出很意外 似乎 他已经预料到了此事 他跟随那仆人 来到了赵家庄主的家里 并在主人的陪同下 把他家里的每一个角落 都查看了一遍 当他们来到后院的池塘时 玄机停了下来 他对赵家庄主说道 这池塘上面 妖气环绕 池塘里面 必定有妖 果然是妖孽在作怪 赵庄主又问道 道长 您可有除妖之法 这是自然 想妖除怪 本就是频道 我应该做的事情 玄机说吧 细细对庄主交代了一番 不一会儿 赵家庄的数十家丁 遵命抬来了几十筐石灰 和若干干柴 玄机吩咐他们 把所有的石灰 全部倒入池塘里 只见那池子里的水 一遇到石灰 立即沸腾了起来 一时间雾气升腾 非常壮观 而后 一只巨大的乌龟 浮上了水面 乌龟大如墨盘 肚皮翻白朝上 看样子 它早已弃绝身亡 赵庄主大为惊骇 连忙问道 道长 这就是你说的妖怪吗 玄机淡定自若 微微点头道 这只乌龟经过多年的修炼 以修炼成精 近日 他正试图幻化成人形 想必令夫人腹中的腰胎 便是他所为 说完 命人将巨龟放在干柴之上 点燃柴火 烧那只大乌龟 大火燃烧了近两个时辰 巨龟才化为灰烬 玄机倒是对赵庄主说道 幸亏夫人还没有生产 否则 他看着赵庄主 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 赵庄主似乎有所领悟 连忙问道 道长 您是否想说 见内腹中的胎儿 刘不得 玄机一脸严峻 点点头道 斩妖一定要除根 否则后患无穷 甚至会给你们赵家庄 带来灭顶之灾 玄机接着说道 并非贫道威言耸听 实不相瞒 贫道早已算出赵庄有此一节 所以此次 是贫道专程而来的 并将其中利害关系 以一对赵家庄主摆出 赵庄主听完后 痛定思痛 一咬牙说道 也罢 但不知剑内是否愿意配合 赵庄主请放心 说着 玄机从袖中掏出一个小瓷瓶 倒出一粒丹药递给赵庄主 说道 贫道有一灵丹妙药 指除妖孽 不伤凡人 夫人吃下后 保准夫人安然无恙 此事过后 玄机便云游四海 一晃十年过去了 此时的玄机 已沦落成了 一个四处流浪的算命之人 而且 他的一双眼睛 竟也无缘无故地瞎了 这年 玄机摸索着 来到了太行山腹地的一个村落 并在此地的龙王庙落下了脚 这龙王庙的后面 有一个深潭 叫做黑龙潭 相传 这潭底 有一条石龙 只是这黑龙潭之水 深不可测 并且这潭水 一年四季 都是寒澈刺骨 没有人能游到 这潭底 所以 石龙之说 也仅仅是个传说 并无人验证 一日 玄机正站在黑龙潭边发愣 突然听到扑通一声 似是有人落入了水中 玄机赶紧竖起耳朵 再细细探听 却再也没听到半点声音 半炷香过去了 玄机仍然没有听到任何动静 玄机以为那跳坛之人 寻了短见 正暗自叹息 突然听到哗啦一声 一个人头探出了水面 此时 玄机却信水中有人 而且 这还是个水性极好的人 他激动得老泪纵横 仰天说道 苍天有眼啊 没有枉费我这十年的苦心 真是踏破铁鞋无秘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啊 原来 这十年里 玄机一直在四处寻找一个能 下到黑龙潭底的人 话说十年前 玄机路过此地 他纵观山形地脉 发现这里 竟然是一处龙脉 他经过多次仔细地捕挂后 发现 十龙之说 并非传说 而且在十年之后的 二月初二的五十 也就是几天后的五十 黑龙潭底的那十龙的口 便会张开一次 如果有人在龙口张开之时 将祖上的尸骨 放入这龙口之中 那么 他的后世子孙 定可以称王败相 然而 卦象显示 受天命之人 是另有其人 并非玄机 但是 面对如此巨大的天机 玄机动了心 他决定不惜代价 逆天而行 他要将自己祖上的尸骨 葬入这龙口之中 但是 想要葬骨于龙口之中 必须得有一个 水性非同寻常好的人 才能办得到 所以这十年以来 玄机走遍大江南北 寻访这能人 但这么多年过去了 他一无所获 就在他万念俱灰 想在黑龙潭边聊此一生的时候 这个人出现了 玄机盲对着黑龙潭作一 然后高声呼唤 水里的兄弟 能否上来说话 水里的人听了 便游到岸边 开口问道 老先生 您是在叫我吗 此人一开口 玄机大吃一惊 因为听这声音 他只是一个 十岁左右的小孩子啊 这玄机的双眼看不见东西 要是他看到这小孩子的容貌 只怕是比现在 还要吃惊 因为这小孩子长相貌奇丑 只见他长着小小的脑袋 大大的身躯 短短的四肢 还长着一对斗鸡眼 玄机向那小孩子问道 孩子 你姓什么 小孩子回答 我姓肖 我叫肖肖 一听这小孩子姓肖 玄机竟笑了 他又问道 肖肖啊 你的水性真好 但是 你能潜到这潭底吗 肖小年幼 他毫不设防地答道 那有何难 我当然能 吹牛的吧 玄机说道 谁吹牛了 肖小显然是中了 玄机的激将之计 瞪着眼睛说道 潜入这潭底 村里的大人都不敢 但是我敢 玄机不紧不慢地继续说道 那你给我说说 这潭底下 都有些什么 下面有一条石龙 肖小把那小脸一仰 高声答道 听了这话 玄机马上露出了难以掩饰的喜悦 他又追问道 这是 你可曾告诉过别人 这 肖小摇摇头 嘟囔道 我可不敢告诉别人 我娘要是知道了 会答我的 说着 他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 又马上说道 您可不能告诉我娘啊 玄机沉吟了一声 说道 这可不好说 要我不告诉你娘 也可以 但是 你得帮我 做一件事情 到了二月初二这天 玄机将自家祖上的事故包好 早早地来到黑龙潭边 等待肖小的到来 越是到最后关头 他越是怕事情 会横生之劫 还好 肖小如约而至 玄机将装有事故的包袱交给肖小 又叮嘱道 肖小 你要记住 那龙口 只张开一小话 你可千万不能 错过时机啊 肖小点头答道 好 先生放心吧 武士将近 肖小听从玄机的指挥 一个猛子扎入坛底 正当玄机在岸上焦急的等待时 突然听到身后传来一位女子的声音 道长别来无恙啊 谁 玄机身子微微抖了一下 强作镇定道 你是何人 来人是一个长相俊俏的少妇 他缓缓一步到玄机面前 冷冷道 你让一个十来岁的小儿 做如此危险之事 难道我这个做娘的不该来过问一句吗 原来是肖小他娘 这下玄机心定了 对付一个山野村妇 他自认为是有把握的 他刚要开口 只听那少妇又冷笑一声 并说道 看来 道长是不记得我了 我对道长 可是刻骨铭心啊 我永远也忘不了 十年前 您在赵庄降妖除怪的壮举 听了这话 玄机经的连连后退几步 问道 你 你是良士 原来 这个妇人不是别人 正是当年赵庄主的填房 梁氏 当年 玄机给赵庄主的那粒丹药 梁氏并没服下 他不相信 自己怀的是腰胎 更不舍地 打掉自己的胎儿 为了保住自己腹中的孩子 他连夜逃走了 后来 阴差阳错地在此地落了脚 再后来 梁氏遇上了一位老郎中 这老郎中很是有经验 他为粮食诊断后 告诉粮食 他怀的 并不是什么腰胎 而是由于他腹中的羊水过多 才负大一场 那老郎中还对他说 按照常理 如果母体胎盘中的羊水过多 婴儿是会窒息的 但是 他腹中的胎儿 不仅很正常 并且 还有超乎一般的生命力 这可真是奇事一件啊 后来 孩子顺利出生了 梁氏见这孩子天生异象 非同一般 他担心 别人再说他是妖孽 便取赵字的一边 让孩子改姓为肖 听完梁氏的讲述后 玄机难难道 天意啊 看来受天命之人 还必须是这孩子啊 原来 十年前 玄机就推算出 天定下水之人 姓赵 即将诞生于赵家庄 所以 他才处心积虑地 想借除妖之名 除掉萧小 而早先被他在池塘中 除去的那只大乌龟 也并不是什么妖物 那只是他事前 就偷偷放入的 一只普通乌龟 而梁氏奇异的胎像 这可能真的是天意 因为萧小身系天命 本身就不是一个凡胎啊 不过此刻 玄机口中说是天意 心中却不以为然 即便萧小身受天命 但此时 恐怕他 已将我杨家的尸骨 放入了龙口之中 现在就言天意 尚且过早 一刻钟之后 那萧小浮出了水面 玄机听到声音 立即上前问道 萧小 你放进去了吗 放是放进去了 只是 萧小看了一眼梁氏 低下了头 小声说道 娘 孩儿没有听您的话 没把老先生的那包东西 扔掉 而是把他绑在龙脚上了 玄机越听越不明白 正想问个究竟 却听梁氏说道 不要为难小孩子了 还是让我来告诉你吧 原来 那日 萧小答应帮玄机忙之后 回家说漏了嘴 竟让梁氏问了个明白 梁氏觉得这是蹊跷 便让萧小带他去见那个老先生 不料 老远的 他便认出 这个所谓的老先生 竟然正是十年前 到赵庄捉腰的道士 玄机 这梁氏出自书香门第 自幼读过很多藏书 一琢磨 便猜出了几分奥妙 他知道 坟种除了弑谷种之外 还有一关种和发种 于是 他剪下儿子的一股头发 连同他的一件衣服 打包好后 交给儿子萧小 并叮嘱萧小道 你到了坛地 便把那老先生的东西 扔掉 等到龙口张开时 你要赶快 将这包东西 放进去 不过 梁氏没料到 尽管儿子年幼 但也是一个守信之人 萧小潜入坛地后 五诗一道 坛地的石龙果然张开了口 他按照梁氏的话做了 把他娘交给他的东西 放入了龙口之中后 他又觉得将玄机的包裹 扔了 有点失信于人 于是在龙口合上之后 萧小又将玄机的包裹 绑挂在了石龙的鸡脚之上 听到这里 玄机 将在了原地 许久 他才哀叹道 我苦心经营十年 没想到 竟为他人做了嫁衣 上天成借我双目失明 我居然还不明白 天命不可为啊 说吧 他喷出一口鲜血 倒在了地上 多年之后 唐朝土崩瓦解 后来经历五代十国 纷争不已 终于统一为赵姓江山 后来 宋太祖赵匡印 在皇宫里建了一个先祖祠 里面供奉着 他历代先祖的画像 据说 其中一张画像中的人 相貌奇丑 小小的脑袋 大大的身躯 短短的四肢 还有一对斗鸡眼 再说那玄机的家族杨家 杨家祖先的尸骨 被萧小记在了龙脚之上后 也沾了龙系的光 在以后的岁月中 杨家也是人才辈出 不过 杨家将最后的命运 却并不好 也许 这正是应了那句话 天命不可为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